HELLO 大家好 早晨 Good morning Did you have a good sleep? OK 睡到死了 現在去樓下吃早餐 今天在酒店吃 我記得在booking.com可以選擇包早餐和不包早餐 我們選了不包早餐 因為不肯定會不會每天吃 這是很擠的 所以試一招看看有什麼吃 一招早餐都要15元 都是很貴的 現在去看看有什麼吃 再報告吧 酒店吃早餐就是這樣 這邊可以坐的 但不是太大 看到有一張桌子 四張椅子 我們在這邊吃東西 我覺得很不錯 好像在家裡 應該是叫的 不是普遍的 這裡有些冠軍之類的東西 還有茶 有Fresh Press Orange Juice 昨天他們說是自己炸的 不是買回來的 這個Fresh Orange Juice好喝 麵包 有這個 任君選擇 有酒店 還有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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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蛋 小姐正在煮 因為沒有位置 所以先拍給大家看 這個好吃嗎 很滑 像豆腐那種感覺 好吃嗎 我的蛋來了 就是這樣 然後給了一群匙羹 還有鹽和胡椒粉 好 又是Mr.Honey表演 小時候是這樣做的 先撥爛在上面 很溫柔 我真的沒那麼好 你看看 The Thai and the Chinese way 我忘了那些東西 然後我打算這樣 你看Mr.Honey多好心機 這就是西國的方法 我們叫這些銀子 我們叫他們銀子 我們叫他們銀子 然後就會放進去 真的很心機 剛剛的吃飯我覺得還不錯 好吃的食物 不過15元歐羅是有點貴的 但如果有看我去年的法國之旅都知道早餐是特別貴的 因為我看過書說法國人很少吃早餐 所以需要供應的 如果需要多可以便宜 但如果需要少就貴 因為少人去做 所以都明白的 但未決定明天吃不吃 明天我預約到第二處 要早起床 所以明天早餐是 skip的 現在整妝代法去邊署Le Beaumarché 因為Mr.Honey要在Wolford購物 他說Wolford的物品很好吃 接著我就去Le Beaumarché看看有沒有什麼 現在帶大家一起去 我來到Le Beaumarché 很漂亮 有聖誕節奏 稍後走近一點再拍給大家看 我今年也要拍Le Beaumarché的窗戶給大家看 我們也要拍Le Beaumarché的窗戶 因為昨年我有拍給大家看 今年應該有不同 應該是很漂亮的 看到聖誕節奏就很開心了 不過現在我在對面這裏 就是Mr.Honey的店鋪 Wolford購物 先進去買物品 買完東西了 我們過來看看WINDOW 國商主臣通關卡 跟警方形容 我們ビや 건 我們管決定的把老爺 it來招待 有人份 會不會 我們來到這間吃Club 因為上次沒有吃 所以我也想吃 而且好像看書說這間都很好吃 3時收到2時來到 不大 但可以坐 人都很友善 幫我們拿袋子去櫃檯 因為我們沒有位置 因為只有一個位置 一個人坐不能放 他說我幫你放進去 讓你慢慢吃 不錯 我們現在點東西吃 菜單好像很懷舊 我會把地址放在下面 讓你們知道 反光 因為過膠 看看吃什麼 我怕他們關掉 所以我就快點 大約8-9歐羅 或者最貴是12歐羅 吃Club要喝Apple Cider 剛才看到Lady 她ail Coat 現在沒有了 好 興奮 其實這間店真的很小 但是我覺得人家很友善 因為不是每個佛國人都跟你打招呼 剛才一進來很迷就說URROR 剛才因為太多紙 Mr.Honey不想看 我會問他推薦什麼 推薦就沒有死 他說很好 Mapop很快說了兩個都蠻有趣的 他說可以分享 然後我就說OK 現在就等待食物 裡面有蛋、雞蛋、雞蛋和菠菜 不要看它很薄的 都蠻飽的 我們Cheer都很飽 好吃 皮膚很薄 裡面有菠菜的比較軟 另外有蝦和芝士的比較厚 我覺得兩個都是很好吃的 如果你過來的話都可以試 我就沒有位置再吃甜的那款 我想我們另外一天來就專攻是甜的 如果你來到這裡吃甜、鹹都可以 兩樣都有 認不認得我身後面這條街嗎? 10萬9千次 應該認得是不是? 我剛才開機的時候 Mr.Honey說 用你的英文文字嗎? Footage Footage 變成Footage 他說I try to be French 假裝法國人說話 昨天走了兩、三間店舖 這裡的店舖多數是7時半就休息了 就是放工 所以今天又再來 完成未了的心願就是走其他店舖 那我又去走一下 我們現在是去吃飯的 在法國或歐洲 太早了 如果6時肚子餓 你是沒有食物的 因為餐廳是未開的 所以我們通常都要熬到7時 就可以有飯吃了 法國人留意 我留意他們通常8時晚上吃飯 所以7時都可以 我們剛才什麼左、右、右、左 就是我們叫Hotel Recommend的餐廳 都是在這裡附近 然後哥哥說 左、右、右、左 然後Mr.Honey就在這裡 記住左、右、左、左、右、左 他剛才搞了很久才記得 然後我就說我記得了 現在轉右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裡了 旁邊有Pizza 不過我們不吃Pizza 我們吃這個 叫做 我還是不太讀了 我現在讀錯人家的名字 Cher Farnand 什麼樣子 Anyway Let's go in 都不知道吃什麼 這裡有 這裡有 是不是吃法國菜的呢 對 這裡的人都很快 開始 然後主菜 應該是法國菜 因為我看到最後寫著 這裡 The Legendary Beef Burgundy 應該是法國菜 而且這裡不是很大 所以比較近一點 Mr.Honey用Rose Tipped Bone Marrow 我要Crab Meat 然後我要Chicken Supreme 我不知道Chicken Supreme是什麼 不過Anyway Mr.Honey就要The Legendary Beef Burgundy 我剛剛發現Mr.Honey在這裡 他的頭頂有件事發生 很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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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放在裡面 然後放在麵包裡吃 有一點油感 很棒的 他說想試 因為他沒吃過 他說之前都沒有試過 好像很享受 但他又沒有說好吃 你知道他什麼都說好吃 我那個比較喜歡 但我覺得份量都多 如果是entrée來說有蟹蜜、冷的、沙拉 我覺得蠻新鮮的 但我覺得吃完這個應該是飽了 好像好吃 How's your beef bourguignon? 好吃 很好吃 如果你來這間餐廳吃Mr.Honey的Beef bourguignon 很好吃 我剛才咬了一口 那些肉是散開的 一些都很熟,而且味道很好 所以你一定要吃Mr.Honey那個 反而我的雞就OK啦 如果你不吃牛的話可以選我的雞 不是難吃的 但我覺得如果相對比下吃牛的話 就當年是Beef bourguignon比較特別 Mr.Honey又點了這個creme boulet 記得我們的約定嗎? 到最後那天我們就大家數一下究竟吃了多少次 所以哪一道菜是比較好吃的 所以哪一道菜是比較好吃的? 我買的那一道菜是比較好吃的 因為我沒有工作 網絡也不太好,你不能上網 然後我被迫地看著他們是這樣的 我跟他們說 我突然之間很睏 然後我最終下一個結論就是 原來我是看著他們,但我看得很累 那些人是很nice,說英文沒問題 然後食物很好吃 Would you recommend the restaurant? Very nice, the food was really good And the service was good as well Yes, the guys are nice Super busy 對,然後又多人,所以有點暈 但不要緊,食物搭夠 所以我會把地址和名字放在資訊欄 如果你們會來法國時可以參考一下 不知道去哪裏吃就可以過來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走回酒店 話說明天我們就很早起床 5時半 因為預約了旅程要去另一個地方 要去另一個地方就要4小時車程去 然後4小時車程回來 所以應該是整天的了 就是這樣,明天才告訴大家去哪裏 好,拜拜 Good night,bye 成功